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叫我们讲一般来讲 我们就讲世俗地是以存在的方式 就是我们心了解它存在的方式 所以世俗地呢 怎么能了解呢 要靠世俗明言量 那世俗明言量呢 在广论的472页的第五行 里面讲到那个明言事的安利 那明言事的安利呢 这里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跟第二个条件我们叫 庸长明言量 那什么庸长明言量呢 就是一个五岛明言事所共许 五岛明言事共许 第二条件呢 不为其他的明言量所繁烂 这个就是庸长明言量两个条件 那这两个条件呢 安利什么 安利事俗地 这两个条件 安利事俗地 一个是五岛明言事所共许 第二呢 不为其他的明言量所繁烂 这个是安利事俗地两个条件 那第三个条件呢 加上他们各宗各派的不共见解 就是说 跟他的圣役地不相伪 如果应成派的话 跟他的自信成立空不相伪 那如果是秩序派 跟他的地时成立空不相伪 那如果是文字中 跟无外境不相伪 如果是记目中 跟独立时之有空不相伪 如果毗卜沙中 跟常依自在空不相伪 大家了解 那这个呢 都是了解 一个是庸藏明言事 就是世俗地的一个安利的方式 在第三个条件呢 必须这个世俗地 跟他自己宗派的圣役地不相伪 就安利自己不共的世俗地 这样了解 所以一个共的跟不共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 一般我们讲世俗地 是讲共的 不谈不共 不共也是另外自己宗派安利 所以因为呢 不共呢 例如说无自信成立 然后世俗地上 没有自信成立 却是显现自信成立 这一分呢 我们称为什么 虚妄 世俗地本来就是 两个条件构成世俗地了 可是世俗地显现的时候呢 会夹杂 他们的那个各派的 法我的显现 那我是所知道的显现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称为虚妄 但是世俗地本身没有虚妄哦 世俗地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没有虚妄的那一行哦 一个是武岛名言是所共许 第二个不会其他名言 这样所凡乱 这是这两个安利世俗地 那对于自己中派不共的 世俗地才讲到虚妄 所以世俗地没有虚妄 大家共许也没有虚妄 可是大德会再把它 混在一起说啦 我要把它厘清 厘清 好 那我们看内涵 因为这大德混在一起说 我把它先主题先厘清 再看这个文字 就有些表达错误 我们就可以知道 哪边是有问题的 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看 对境的主张 上市有提到二帝 就是世俗地显生意地 应成派跟其他中派派 一样都安利二帝的名称 那共同二帝就是刚刚讲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一个五岛民人士所共许 第二个条件 不为其他民人量所凡滥 这个是世俗地 共同成许的部分 但他们所编略二帝的实力 是所有中派中做维系的 那个是存在的方式 各中各派认为 真正存派的方式 你应成派是最维系的 那位置成派怎么做维系呢 就是唯婚别心假名安利 了解世俗地的存在 所以应成派要加一个 唯婚别心假名安利 才了解世俗地的存在 所以应成派来说 世俗地没有办法分 正世俗跟导世俗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用圣义理质量来说 跟世俗地无关 跟世俗地无关 这个以圣义理质量来说 因为他认为世俗地都有显现 应成派的自信成立 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正世俗 都是导 因为没有自信成立 显现自信成立 这一分就是导 其实世俗地跟这个无关 这是用圣义理质量的角度来看 这个世俗地的显现方式 所以有时候混在一起 因为他们主张 世俗地都是打 这个错了 应该是世俗地显现 自信成立这一分是打 不是世俗地就是导 这样了解 是世俗地显现自信成立这一分是导 这样有没有问题 不是世俗地是导 世俗地没错 所以在大德表达 有时候会怪怪 因为他们不了解那个区分 所以表达上会有点不合理的地方 那为什么世俗地都是导 应该是世俗的显现都是导 不能讲世俗地都是导 显现自信成立分都是导 跟世俗地无关 因为显现的方式 显现自信成立的方式 与实际存在的方式不一样 要讲因为显现自信成立 的方式 要加一个自信成立 这应成派也说了 跟实际 因为没有自信成立嘛 你显现自信成立方式不一样 所以从显现来说是导 那他讲表象跟实相 表象就是什么 显现自信成立 实相是无自信成立 不一致 某关带世修地认知 可以把世俗地分为正跟导 那是以世俗明言量的角度 刚才用的世俗显现调调 那以圣义理质量的角度 两个标准不一样 那大德把它混在一起说 也就是说 如果世修人知道他是导人 他将安定为导世俗 那是以世修的明言量来安定 如果世修人了解 不了解他是导 他安定为正导 这是以世修的明言量 就刚才讲了 那个世修明言量 前面两个条件来安定世俗地 那再由第三个条件来安定 那个跟我们讲那个 圣义地不相为 那第三个是用圣义地的角度来说 好 那我们看第二段 接着要谈圣义地 那圣义地呢 在阴城派来说呢 平无时有 他们常用这个共同名下 应该是平无自信成立 他们常用一个共同名下来说 那秩序也讲无时有 那圣乘也讲无时有 那其实应该把它讲清楚 就是平无自信成立 那平无自信是平的 究竟实义 用实相也可以啦 实相就是真如 就是最究竟的真实的内涵 用实相也可以啦 实义也可以啦 我感觉一般用实义比较好 因为平的究竟实相 那个实相就不用讲究竟了 因为实相就是真如啊 就是空性啊 就不用讲究竟了 阿师喔 你在上一段的时候 有讲那个世俗地 就是出现两个名项 一个是世俗地 一个是世俗的显现 是是 然后 事实上来说的话 就是世俗地跟世俗的显现 这两个应该是不同的 代表不同的意义 是的 谢谢 我们一般大德把他混在一起说了 好 那我们看第一行 住址无实有 这个实有改成自信成 咱们大德喜欢用个共同名称 都不会把它弄得很清楚 那是住址的实相 或是究竟实义 没关系啦 因为这是翻译的问题啦 那同理呢 一切法无自信成立 是一切法的究竟实相 那个 无实有 这个实有就改成自信成立 所以圣义地 是究竟实相的意思 就是那个圣 我们圣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 最究竟叫圣 义就是对境 圣义就是最究竟的对境 这个名词不用看啦 这个名词绕了绕去 那我们看下一段 应成派说 平无实有 这个实有改成自信成立 平无自信成立 是平 又重复了啦 这个这一段也就不用看了 嘿嘿嘿 好 那我们看 这个这一段呢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我们看 那个 因为 怎么讲 一切法无实有 是一切法的究竟实相 这个在那个 第三段的第四行 秩序派应成派都会说 这里看到 秩序派应成派都会说 一切法无实有 是一切法的究竟实相 他们都是中观中 所以中观的 所破实有 是共通的 这个实有就是什么 第十成立的实有 不是刚才第二段的 自信成实有 所以这名项一起用啦 分不清楚啦 所以中观中 共同所破的实有 就是第十成立 自体成立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圣意有 这是共通的 所以不论秩序应成都一样 他们所破都是实有 这个实有就是 就是第十成立 表面上说法一样 但这两段所说的 无实有内涵不同 一成段所说的 无实有 就是 比较细 就是无 自信成立 这句所说的 无实有是叫 粗 就是第十成立 因为它没有 它有写细跟粗 可是也没有把它写清楚 你就既然比较细 就是讲 自信成立嘛 比较粗 就是第十成立 这样分开 可是它只是 文字上表过去 没有把它分清楚 很奇怪 这个大德为什么这样讲 那有没有人问 像朴木正一定会问 对不对 所以你已经懂了 不用问 好 再看下一段 那为什么 印成派主张的无实有 比较细呢 这个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 那印成派讲的 无实有 这个实有 最终最细的 就是讲 自信成立 自向成立 还有 自己方面成立 那这个都是 同一词 同一词 那 所以六个 都是印成派 自信成立 自向成立 然后还有一个 应该讲一个 自给方面成立 自给方面成立 三个 这是自信成立 就是近50% 文贵本本性50% 连这个也要破 所以真正的 印成派的实有 是讲自信成立 那后面呢 有个自给成立 胜利中成立 那你还要加一个 第十成立 第十成立 这三个就等同是 近百分之百力量在心中显现 然后心被动的去了解 那个就是秩序的所迫 那前面三个秩序不迫 因为他认为他存在 后面三个字体成立 声音中成立 还有第十成立 这三个是秩序的所迫 所以硬程范的所迫 比秩序的所迫更细 更细 所以我们看 如果把这五个 这个五个要变六个 因为他这里的少一个 第十成立没有写进去 他前面第二行是写五个 其实应该加一个 第十成立六个 那格西他忘记了 有时候我们讲法会 没有弄得很清楚 就顺口溜 其实六个他把它 因为他是想到五个 就想五个 其实有六个 就是在 圣义中成立后面 加一个第十成立 好 那这个内涵懂了 因为在他们之前 有在那个 中观中后 说已经有讲过了 可是这里 格西他没有讲清楚 不需要了 福真说如果在那个时代 我已经懂了 也不用问了 我们已经懂了 也不用再说了 立香可以 立香已经懂了 不用再问了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秩序派来说 他们所迫只有十有 这个十有就是讲 历史成立 因为格西他们又没有 把名相弄得很清楚 好 那这个十有有三个 历史成立跟圣义中成立 还有一个 一个自体成立 那个他们弄得 名相会混淆 因为他们没有 把它弄得很清楚混淆 所以呢 那个秩序派说三个 石油这个地始成立 圣义中成立 还有自体成立 这个是三个所迫 所以另外呢 三个不是所迫的 自性成立 自相成立 自体成立 这里要改成 自己方面成立 所以跟前面 他这一段讲的 跟前一段的第二行相伪 没关系 就是 所以自体成立 这里自体改成 自己方面 他们在翻译的时候 我跟解释的时候 也没有分得很清楚 为什么我会加 那个自协派 要破自体成立呢 因为在中观中 是什么 说五五体性成立中 所以说五体性成立中 当然呢 共同所迫是自体成立 所以这个 可是大德都没有 把它弄 说五体性中 那个量把它弄到这边来 就另外安利一个名项 那没关系 那就是 石油 圣义中成立 跟自体成立 就讲 静 静百分之百力量 在心中显现 而心是被动的去了解 这个叫什么 第十成立 圣义中成立 那个圣义中成立 是两派也不一样哦 两派的圣义中成立 这也圣义中成立 自协派是第十成立哦 在一成派 圣义中成立是 自信成立哦 所以用圣义中成立 也是共同的影响哦 所以他们革新没有 把它分开了哦 没关系 这个我们先懂 对不对 哦 对不对 哦 好 现在下一段 就不用浪费时间哦 自协派认为 法 法的存在方式 法是自己 方面要有力量 成立过来 那我们要法的存在方式 改成吗 法被了解的存在方式 被了解 法被了解 多三个字 有没有问题 法存在跟法被了解的方式 昏得开吗 昏得开请举手 昏不开请举手 啊 不知道 我们讲哦 我要抛一个 诶 我之前抛了吗 哦 像没 我看一下 法哦 我问你 法要不要你了解它 它才存在 确定 确定 法要不要你了解它 它才存在 例如说 例如说 你还没有出生前 有没有出生前 你的爸爸妈妈 要你了解 你爸爸妈妈才存在 所以你爸爸妈妈 因为你还没有出生 你爸爸妈妈不存在 所以你爸爸妈妈 没妈生哥哥姐姐 这样合理吗 所以你没有出生前 爸爸妈妈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是不是 所以爸爸妈妈存在 要不要你心去了解它 才存在 要不要你 维护你心了解它 才存在 要不要 不用嘛 因为它 你没有出生前 它就存在 它才是生你 所以存在 所以存在 不用你心去了解它 不用 静存在 不用心了解它 但是呢 你要了解 爸爸妈妈 是不是要你的心 去了解它 才存在 你要了解 不是讲静 你要了解 爸爸妈妈 对我来说 是存在的 是不是要你的心去了解它 对不对 如果你的心没有去了解它 你怎么知道 你的爸爸妈妈存在 所以爸爸妈妈 对你来说 存在的方式 一定要你心去了解它 这样没问题 但是你心不了解它 爸爸妈妈也存在 但是你要了解 爸爸妈妈存在 一定要靠你的 如果硬承办 唯分别心去了解它 这样有问题吗 可以吗 所以在 静存在的方式来说 从开始色列学 就是讲 静存在的方式 不是讲静存在 你说色列学讲什么 静什么 心所了知者 所知 定义 还有呢 我们讲那个 量世所源 有没有 量世所成 叫基层嘛 我讲成事嘛 都是要一个量世 去了解它 这个对你来说 静才存在 那个是讲 静存在的方式 不是静存在 是静存在的方式 必须一个量世 去源到它 你这个对你这个心 才说存在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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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的都是 静存在的方式 不是静 它把它写成 静 有 法 然后 成事 所良 所知 同意 六个同意嘛 那这个是静 定义 是用静存在的方式 来定义的 不是讲 静存在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静什么叫 静不用 静 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 有作用 有体性 这个就是静存在 只要静有作用 有体性 就是讲 静存在 所以不一定要先了解它 只要静能够产生作用 例如说什么作用 最重要的静是什么作用 如果说我们讲 无常法作用就是什么 能够相续 相续 叉到叉到外面 就本身的体性 叉到外面 本身就无常法的体性 那在这个 那常法的体性呢 是在建立无常法 有一个不共的特法 特法就是在 无常法失色处呢 有一个不会因为叉到外面 因缘合合 改变的这种特法 那个就是常法的 法尔路式 这两个都是法尔路式 无常法有叉到叉到外面 因缘合合 这个都是无常法本身 法尔路式 你心有没有了解它 它也是这样的方式而存在 要了解吗 那在无常法上面呢 有一个 我们叫常法特质 例如说空性 或是在色法上面 有个无回虚空 这个你心没有了解它 那本身就存在 所以以法尔路式的体性来说 包括无常法的体性 还有常法的体性 世俗地的体性 这个就是世俗地嘛 无常法的体性 常法的体性 世俗地的体性 加上 那个在世俗地的体性 安利有个空性 生育体性 这个都是法尔路式的 不用你心了解它 它本身就是法尔路式的存在 这样没问题 因为它法尔路式 这叫体性嘛 体性就是法尔路式 但是我们心了解它呢 就要了解它存在 必须要靠个心去安利它 或是原道它 所以这个叫量世所原 就是存在 对我们来说存在的方式 我们叫量世所原 跟静存不存在 无关 这样昏得清吗 所以你要存在它 你要了解它存在 必须要一个量世 去原道它 这量世我们刚刚讲的 有前面两个 一个什么 舞蹈名言世所共许 第二个呢 没有被其他的名言量所泛滥 这个是了解的方式 了解净存在的方式 那昏得亏你才知道说 真正的内涵 竟不是一定要靠我们 昏得亏你才知道说 竟不是一定要靠我们昏变心安利它才存在 这是存在的方式 我们靠 昏成派靠 为昏变心甲明安利 是我们了解它存在的方式 所以从开始 从开始来说呢 如果彼佛沙中了解 无常法的存在方式呢 是了解它是常依置在空 用常依置在空 就是无常 之分的缘起 因缘和缘起 了解无常法的内涵 这个是靠我们心去了解的 所以这是心了解 无常法存在的方式 那另外的进步中 了解不特求融 失色处缘起 安利了独立持之有空 这也是心了解不特求融 存在的方式 了解 这个都是存在的方式 用某个缘起 来破除某个我值 这个都是存在的方式 那如果那个为时中 由于那个心去了解 它是由那个种子息息变现缘起 所以人取索取意之空 这也是心了解的方式 跟性无关 然后来秩序派 了解静 我了解静的方式 是靠静五十的力量 分别心五十的力量 来了解它 所以它就 无地时成立 地时成立空 所以心了解的方式 那应成派呢 它心了解的方式 是最细的 而且是最究竟的 而且是最正确的 这是要靠 为分别心 去了解静的存在方式 所以这几个 从开始的综艺建立来说 或设立学来说 都是了解静存在的方式 跟静无关 可是大德常把 了解静存在方式 跟静存在 扣在一起 这个就错了 所以我们在研讨广论的 毕婆生润的 四百六十三页的导述 第四行 那个在 路中论 那个四百论四 就是月称菩萨解释四百论 他说呢 诸法为分别心安利 唯有 若无分别 诸法皆非有 这样有没有问题 了解的方式 是用了解方式 所以诸法呢 是靠分别心安利 才了解其有 若没有分别心安利 非 皆非有 应该皆非了解其有 要加个了解 他没有把了解 就变没有分别心安利 诸法就不存在 嘿 对不对啊 你没有分别心 没办法了解它存在 不是静不存在 是你没办法了解它存在 懂哦 所以我就感觉 那个大德这么修正 恶量都具足 为什么写这种文字 我不知道了 可是你们懂吗 确定 就是啊 这个就是我要把它辨别清楚了 好 这个禁存在跟了解禁存在方式 两个不一样哦 可是在中医间里 常混在一起说 所以我们把它分开一下 不然会混乱 而且解释会错误 好 那我们看这个内涵 好 所以我们看那个 秩序派认为这里 主要改成 法被了解的存在方式 不是法的存在方式 要加个被了解 被了解的方式 不是法的存在方式 好 那法自己方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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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自己方面要成立过来 应该 我加一个 法自己方面 有力量 有力量 要成立过来 就50%力量 还有分别心 也要主动 安立过去 要加个主动 如果没有主动 变成 这样文字来看 变成是 第十成立的 因为革晋 他们不懂 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 他们用背的 这个是他们在 第一个 我们看在哪里 他们是 进入那个 佛学院后 如果是 根器好的 第三年就要学的 所以你等于 十几岁进去 第三年 大概十五六岁 就学这个了 问你十五六岁 你生活中会不会用 第三年 第一年 第二年是学 那个 那个我们讲 理路患药 包括色类学 心类学 跟阴类学 三个 这两年 如果是力气 跟 就比较 头脑比较好 两年学完 如果头脑比较差 三年学完 就是色类学 心类学 阴类学 三年 根器慢 是根器比较不懂的 三年 如果 如果头脑好了 就可以跳一年 跳几 就把 色类学 心类学 阴类学 两年学完 就跳到 中印千里 所以头脑好 第三年 就开始学 中印千里 小孩子 小孩子学的 所以格西 他们都是小孩子 学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念 也不是很清楚 用背的 他们是用背的 可是现在我们是 不是小孩子学的 我们要用在生活中 所以要把它分开 所以每个 每个学习的状况 不一样 而且说我们 如果以前像他们 那么学都好 什么童真出家 开始就学了 不会用学那么多 有没有用 你学的 什么5G 肚子里面学了5G的经论 我是5车 5车就5G 你肚子里面 装了5车的经论 连一个都不会用 这样有没有用 满腹经论 结果用错 不会用 你说这样有没有用 我们现在肚子只装 一点点的墨水 我认为一滴 可是这一滴呢 可以拿在生活中用 你说我们现在能够 学到一滴 一滴可以拿在生活中用 跟一个学乎5G 满腹的经论 可是生活中不会用 你说哪个比较好 你们认为呢 对 一滴 一级一切 所以我们珍惜 我们现在的这个一滴 了解 一滴很珍贵 这个比学乎5G不会用的 这个没有用 这个比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 生活的经历都够了 人生的体验都够了 再学到这一滴 能够把它发挥 因为它应有的功能 哇 太殊胜了 这个要了解 我们现在的学习音源 是不错的 很殊胜的 所以这要加一个 主动安利过去 主动 计划面要有力量 成立过来 分别心也要主动 安利过去 那这两个条件 具如 就是什么 法被这个 法就存在 不是 法 法就了解其存在 就了解 法就了解其存在 好 可以了 法就了解其存在 那这个了解 所以他们会承许 自信成立 就是呢 静要有力量成立过来 而且呢 分别心也要主动安利过去 这个内涵就是什么 自信成立 不是自向成立 或是呢 字体方面 那个字体改成自己方面 字体 他们翻译翻错的 这个 这个常常混淆在一起 就是自己方面成立 那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静要有力量 分别心要主动安利 各50%的力量 因为他们认为 法被了解的方式 被了解 被了解的存在方式 加一下 法被了解的存在方式 加法跟的 中间被了解 那存在后面要加一个方式 一定要罚自己本身 自己成立 他用自己成立 应该讲本身有力量 有力量 自己自信成立 自向成立 然后字体这个改自己方面 那再加上分别心 那个心要加分别心 然后呢 安利 前面加一个主动 分别心 主动 安利过去 如果说 静有力量 分别心被动 也变成是 历史成立哦 所以心要加一个主动 这两个条件都聚合了 这个法 才能被了解其成立 才能被了解 所以他们认为 自信成立 自向成立 这个字体改自己方面成立 不是要破的 因为它是存在 在世俗地中存在 好 这一段没问题 改很多 可以哦 可以哦 这是 每一宗派 认为 静存在的方式 就了解 静存在 每一宗派不一样 那这样 像这个 秩序派 它就讲 自信成立的 我们用 那个方式 了解 静 自信成立的 存在方式 好 再看下一段 那他们 他们就是秩序派 他们就是秩序派 秩序派认为呢 石油跟圣一宗成立 是所破的原因为人 这个石油 他又讲石油 这个名称 应该讲 第十成立了 第十成立 还有圣一宗成立 圣一宗在秩序派 就是第十成立 在应成派 就是自信成立 跟圣一宗成立 还有一个什么 字体成立 再把它加进去 还有字体成立 三个 所以所破的原因 为何呢 假设法 由他自己 那加一个 百分之百 一百percent 那加一百percent 把它加进去 在那个方面之前 加一百percent 就是进本身 一百percent 成立过来 但是我们的 这个心 加分别心 心也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心 完全没有主动 要加个主动 主动 没有主动去安逆他 在这个 只具备一个条件的时候呢 这个就自义派的 认为第十成立 就是心 没有安逆他 那近百percent 那个就满 第十成立 或者说十有 他一个 还有一个吗 那个加中间 十有后面加什么 字体成立 圣一宗成立 或是圣一宗成立 后面加一个字体成立 他就少收一个了 那这个就是嘛 这才是 秩序的所破 这才是 秩序所破 那这个秩序 也就是 二条件内呢 只具备 那个 近 要加一个 一百percent 要加一个一百percent 只具备近 一百percent 方面 自己成立过来 然后呢 他自己方面 这个成立过来 他用自信成立过来 这个名项 不合啦 名项 跟着这个 跟内容 内容 然后什么 还可以 自信成立过来 自向成立过来 这个又错了 革新 把它弄错了 现在你讲 秩序派 怎么跳到硬成派 所以那个 一百percent 方面 自己成立过来 那自信成立 改成 第十 自信 改成 第十 自向 改成 自体 可以 革新 弄混乱了 它这样 强制 变成 硬成派 因为它是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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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破的是 破石油 嘛 这是 属破 现在不是讲 那个 净存在方式 就是 这革新 混乱 它所破 跟存在 它立即 但会存在的方式 把它混乱了 现在讲 所破 所以只具备 百分之百 成立过来 然后呢 第十成立 第十成立 然后 自体成立 这个才是 石油 这个石油 就是讲 所破 这才是 所破 之石油 那加个 所破 从前加个 石油 之前加个 所破 这才是 所破的 它称 加个 的 可以 所以 那革新 才讲 混乱了 它要成立的 应该是讲 成立 秩序派的 不是近百分之百 是近百分之五十的 就自信成立 自向成立 这个才是 存在的 可是它 这才是 石油 就变成 讲法 是混乱了 您混的签得好 混的签没 很好 混的签就不用再说了 因为文字本来就 革新弄混乱了 但是应成派的观点 只要法 自己方面 成立 过来 不管是百分之五十 或是百分之百 通通在应成派 都是所破 这样可以 只要尽有力量 只要法 自己 有 自己方面 有力量 成立 过来 要加个 有力量 这个都是应成派所破 所以应成派认为 一切法 被了解的 存在方式 要加被了解 一切法 被了解的 存在方式 要加被了解 不是法的存在方式 法的存在 所以他们格系 跟存在 跟存在方式 是被了解 存在 他把它混在一起 说 为什么开头 要把它分开 如果没有分开 会误导 我们这些 本来就 什么都不懂 业障深重 又顿根的 又很愚笨的人 会变成了解错误 那一切法 被了解的 存在方式 唯有 加个分别 唯有分别心 主动 安利过去 分别心 主动 安利过去 所以对境 或者是法 方面 没有丝毫的 自己的力量 的自信 成立 他就解 没有自己 应该是 没有丝毫 自己的力量 的自信 成立 自向成立 自己方面 成立 就是没有 近 就是近方面 反方面 就没有自己 丝毫自己的力量 完全是有 完全是有 唯 再跟分别心 安利过去 唯 会分别心 主动 安利过去 这个就是 近 这个存在的意思 不是 这个就是近 被了解 存在的 方式 意识改成方式 就是近 被了解 了解 存在的方式 这个意思 改成方式 好 这段 有没有问题 可以 好 再看下一段 因为这个 内涵 我一直 从很多 变了 所以 从开始 不熟悉 不懂 慢慢 稍微懂一点 不熟悉 慢慢熟悉 所以这样 乱一乱一乱 也好了 好 所以我们看 印常派认为 法显现为 自信成立 就是从显现 因为它是 为什么显现 自信成立 因为它是 所知障造成的 所知障的习气 造成的 所以法显现 为 自信成立 自向成立 那自己成立 这改成 自己方面成立 自体改成 自己方面 现在他们六个 常婚姚不清 这个只是 非根本定制的 显现而已 或是呢 你可以讲嘛 这只是 这是一个 所知障造成的 显现而已 也可以 这只是一个 所知障造成的 显现而已 实际上呢 并非如此 也可以啦 那就是讲虚妄 现在讲的是虚妄 不是讲如幻 就讲虚妄 没有显现有的部分 那这刚才说明 可以知道 显成派 与知识派 对手部的看法 有所不同 在显成派呢 这六个 五个改成六个 因为它少写一个 那个 我们讲 那个 自体成立 它自己都不清楚 那这六个 在显成派所破 那知序派只破三个 就破 第十成立 圣一中成立 跟自体成立 所以六个 都是所破 那知序派 只有实有 圣一中成立 还加一个自体成立 那实有就是 地实成立 它常用这个 光头名下 很奇怪 你就实有 就用地实成立 因为显成派也破 自己的 所破实有 所以为什么大德 不会把它写清楚 因为他们用背的 有办法 因为那个 经论是写实有 文字的 那个经论是写实有 所以它就讲实有 文字没有写地实成立 它就没有讲地实成立 差别再成立 如果这个论本身 就写地实成立 它就会讲地实成立 可是呢 这个论里面是写实有 跟我们入中成写秘书 也一样 映成派 所破实有 日记派所破实有 论就是写实有 好 那这个呢 就是 字体成立 因为论只写五个 所以就讲五个 其实要六个 好 我们看下一段 总之 映成派认为 世俗地 是虚假的 那个 不能讲虚假 世俗地的显现 不是讲 世俗地 世俗地的显现 只是世俗地本身 世俗地的显现 都是虚假 这个不能用虚假 你要讲虚妄 我讲错论 不能用虚假 我们虚假是对哪个来说 对幻有来说 对虚幻才叫虚假 那这个 这个如果是 没有显现 这个不能讲虚假 叫虚妄 虚假跟虚妄不一样 这个名词常混淆 都是虚妄 所以世俗地的显现 都是虚妄的 大家一个显现 可以 可以哦 或者一个虚妄 好 因为显现的方式 就是他讲的显现 最后面才讲 显现的方式 与实际存在的方式 不一致 那才对啊 所以不能用世俗地的虚假 应该是世俗地的显现 是虚妄的 因为他显现的方式 跟实际的方式不一样 存在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才合理 前后才能够对焦 用显现这一番来说 不是世俗地本身来说 好 所以他显现为石油 石油这个到底是讲 自信成立 他共同都名向石油 你看 大德都喜欢这样 我们叫何尼西 什么东西 何尼西 何西尼 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 说他弄不清楚 叫何西 但是当我们观察时 会发现 其实都是无石油 都是无自 用什么观察 用圣意理智观察 要加个四个字 但是当我们 圣意理智观察时 会发现 其实无自信成立 这个石油改成自信成立 就用圣意理智观察 好 那我们看 只是在后面这个 所以呢 也就是显现 自信成立 跟经过圣意理智观察之后 发现无自信成立 石油都改成自信成立 然后观察 这边要加个圣意理智观察 发现无自信成立 所以这两者不一致 从显现 跟实际上不一致 就是表象 就是由显现自信成立 跟实际上的实相 不是不一致 所以世俗地 在映成派都是导的 加个世俗地的显现 在映成派看来都是导 不是世俗地本身是导 是世俗地的显现 还加个的显现 没有分清楚 变成世俗地都是导错了 是世俗地在心中的显现 重点要加心中 世俗地没有显现 是心中的显现 这很多文字 没有加进去 所以世俗地在心中的显现 在映成派来看 都是导 显现就是一定在心中 但是如果观带世界人认知 映成派来认为世俗地的显现 是导 有些是导 有些不是导 例如说 世俗地的显现里面 包括什么 色畜 颜色形状 声音 这个不是导 导的是那个 没有自信成立 显现自信成立 这一份才是导 所以真正的世俗地 是那个色处深处 跟自信成立显现无关 这要分开 所以有些导 有些不是导 又没有说清楚 你看隔壁都讲一半 有没有 哪些是导 没有说清楚 哪些不是导 又没有说清楚 可是后面说的 我们看一下 后面有说 这应该 好了 后面有说 所以认为导的就是 我们讲 镜中连孔的影像 水中月 那个 我们讲那个 那个幻化的马像 等 世界认知 它是假的 那是没有的 就是说镜中 那个感觉镜中有脸孔 或是水中真的有月亮 还有通过魔术书 幻化出来像 那实际上呢 这个不存在 但是影像存在 影像存在 镜中有脸孔的颜色形状 这个影像存在 水中有月亮的影像存在 然后幻化我们又看到 有像的影像存在 但是讲镜 外镜这个不存在 这样了解 我们镜中 我们用看镜子 镜中有那个脸孔的颜色形状 那个影像存在 但是镜中没有我的脸孔 这样可以 影像存在 但是那个镜中 那个颜色形状 不是脸孔 然后呢 雪中有月亮 那个雪中没有月亮 但是有月亮的颜色形状 这个也存在 然后呢 我们看的魔术师把木石咒语 那个咒语 把木头石头看成像码 没有 外镜没有像码 但是像码 我显现像码的颜色形状存在 这样了解 从显现的这个颜色形状是存在 但是镜上面的外镜上 没有我显现的这个内涵 它表现为什么呢 就是说 没有自信成立 你却显现自信成立 外镜没有月亮 你显现月亮 外镜没有像码 显现越像码 外镜的一个镜中呢 没有我的脸孔 你显现有脸孔 那这个就是什么 叫虚妄的显现 它是虚妄的显现 那这一方面呢 这些都是导视俗 导视俗是说 你认为镜游 那个镜中的有你脸孔 水中有月亮 那你牧师 那个牧师上有像码 这个才是导视俗 了解 它没有 镜中没有 你认为有 所以不是从显现来说 是从你认为有的角度来说 趋入境 不是从显现境 这样我面对 显现是存在的 我要把一个存在跟不存在 说清楚 导视俗说 水中没有月亮 你认为水有月亮 这个叫导 但是你显现月亮颜色的形状 这个不是导 你知道吗 水中没有月亮 你认为水中有月亮 这个叫趋入境 了解的方式 水中没有月亮 你了解变成水中有月亮 这个才是导 但是显现月亮颜色的形状 不是导 我能看一看吗 因为显现有月亮颜色 这是正确的 但是你认为 因为你显现月亮的颜色 你认为水中有月亮 这一部分才叫导 趋入境 不存在夹导 显现境错乱 那个叫错乱不能叫导 这个是分别心的五具意知的 独头意知的那个去入境 跟它的显现境的问题 对不对 现在他 好你可以讲 你可以讲如果阴沉犯是 唯分别心对 独头意知对 你可以说啦 因为普通人也是言简易改啦 没有问得很清楚 他问他懂的啦 不能成阿罗汉的独爵 所以你要为别人说 问得更清楚一点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讲说 趋入了解 把不存在了解为存在 才叫导 但是显现这一部分 不能说它是导 它是错乱 不能叫导 因为显现是存在的 我要把它分开 显现存在 它称为错乱 因为没有显现有 这个叫错乱 不能称为导 那你没有 你把它了解为有 这个才叫导 所以了解的部分 跟显现不一样 混得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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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大德把它 混在一起了 所以 好 水中月方外相 实际上认为 它是假的 那显现这一分是假的 但是呢 如果从对境来说 是没有的 这个法师 就是说 我记得应该是上上一堂课 他那个在下课之前的时候 法师有讲一个 就是画两个图 讲那个施色法跟施色处 还有那个 那个好像带过去 那是不是可以把那一个 就是那个图案的 那个内容 然后配上这一个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 存在的方式 跟显现的方式 再不跟我们 就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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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选这一点 你再看一看 我等一下 好 差不多 這個 好吧 盡量啦 這個又不一樣喔 這個腳那個有點不一樣 還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先看喔 把它畫一下 這樣懂嗎 這樣聽得懂嗎 文字這樣 如果懂就不用寫 如果不懂我就畫圖 不會啦 他們不會問啦 他們其實不懂啦 他們就是不會問 好 那我們看 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講一灘水 我們用水中月了 那水中裡面呢 有個月亮 我們把月亮換成不同形式 好 在一灘水裡面有月亮 那呢 我們呢 好 以眼睛看到這個靜 這個叫所圓圓 那這個叫什麼 你在安利的一個絲色處 我就配合那個 蒲木針那個 內涵再盡量說明 那這個絲色看到這個時候呢 一陰層派來說 這個眼姿 眼姿 也會顯現這個 月亮 等等等等 然後呢 來透過這樣的 了解這個色處 就是神形狀 顏色 之後 然後再來是 我們這樣 五具一支 好 分別心 那分別心也是 把這個眼姿看到呢 把它copy過來 好 這叫再絕姿 好 到這裡都沒錯喔 我只看到 顏色形狀來說 都沒錯 這個叫世俗地 這個叫世俗地喔 就是從顏色形狀來說 這個是存在的 而且是 一個舞蹈眠室 所供許 而且不會被其他 的眠料所繁納 我看到顏色形狀 沒錯啊 這個沒錯喔 顯現來說 沒錯喔 但是呢 顯現來說是沒錯 但是呢 因為你異共相 異共相呢 一個是 我們講那個 我們先這個是從那個 明權呢 我們先明權 習氣 同類習氣 第三 抹劍習氣 第一個呢 我們明權習氣 還是同類習氣 應該是從 同類習氣來看 不能講同類 已經應該是 這個都是同類習氣 我們講一般的 這個叫都是同類習氣 啦 就是同類相畜的習氣啦 這個跟同類習不一樣 就叫同類相畜的習氣 所以很多明權習氣 沒有分開啦 這個叫同類相畜的習氣 包括明權習氣 也是同類相畜 同類習氣也是同類相畜 我見習氣 也同類相畜 就是你以前有過的習氣 在這邊呢 會同樣 陷起來 這個叫同類相畜 所以 總的一共相 都是同類相畜的習氣 那同類相畜習氣 有分三個 明權習氣 明權習氣 同類習氣 跟我見習氣 這樣了解齁 可以沒 那所以你在這個明權習氣 因為你看到形狀顏色 就把它按理為什麽 水中有形 這個水嘛 水中有形狀顏色 你的獨頭一枝 分別字的獨頭一枝 就變成這個明權習氣 這會靠我們 一個回憶意念 我把它寫一樣 不是一定會叫我多寫了 這個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靠意念 第四個呢 自反體 就排除不是而顯現是 那四個作用 就先掀起這個 水中的顏色形狀 月亮色形狀 再掀這個 第二個光項夾雜 第三個意念 你要意念哪個 那我們先先意念 意念明權習氣 那多明權習氣 所以就排除不是那個明權習氣 而顯現明顯現 那第二個顯現 那個嘛 水這個透過這樣 先了解 水中有月亮 這個概念 所以你要了解 水中有月亮的這個呢 這個是當下獨頭是什麽 趨入境 瞭解的部分 叫趨入境 那因為瞭解的部分 它水中有月亮的時候呢 它就感覺 我剛才看到什麽 水中 這確定會變成在這麽 濕色什麽 那個 水中有月亮的 我們叫濕色法 本來是這個 這個顏色形狀是 水中的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形狀呢 好 這個 是所圓圓 我講那個 濕色處 但是因為你這個 獨頭一隻 把安利馬 水中有月亮 這個叫什麽 濕色法 或叫什麽 那個 我們叫 那個我們叫 趨入境 或叫單著境 所以呢 從顯現 顏色 形狀 這一分 世俗地喔 世俗地喔 顯現來說 是世俗地 沒錯 但是呢 你會認為 水中有月亮 這一分呢 這個錯誤的 就變顛倒姿嘛 那這個呢 它是錯亂 因為它夾雜一光錯亂 但是它了解 顏色形狀 本身沒錯 所以顏色形狀 是沒錯的 不能叫倒 而是 你把它當成 水中有月亮 這一分 才叫倒 水中沒有月亮 你把它認為有月亮 這才叫倒 那從顯現來說 這個叫虛妄 說虛妄 所以有時候呢 倒跟虛妄 你不能說虛妄一定倒 它顯現一共像 本身就是虛妄 或是說 水中 剛才講的是 倒是從五根枝來說 這樣講獨頭意識一定倒 獨頭意識一定倒 但是從五根枝 它只是顯現 它根本不了解 它是水中有月亮 水中沒有月亮 它顯現月亮 可是問題 顯現水中有月亮 有沒有問題啊 從顏色形狀來說 沒問題啊 你把它當成 水中有月亮 才有問題啊 但從顯現 顏色形狀 沒問題啊 是你把它當成 水中有月亮 才有問題啊 所以從 硬塵派來說 其實五根枝 都沒問題啊 從五根枝 它沒有了解 怎麼自信成立啊 什麼內行 根本不了解啊 它只是顯現 顏色形狀啊 這個我感覺很多角度 可以探討的啦 我等一下再從 硬塵派的角度來說啦 那這樣說 所以它的 四色處沒錯對不對 水中的顏色形狀 沒錯啊 這顏色形狀沒錯啊 我就看到顏色形狀啊 這個沒有顛倒啊 所以我限制顏色形狀 沒錯 是當你把它當為 水中有月亮 這個才錯啊 所以是趨路鏡錯啦 不是顯現錯啊 這樣有問題 趨路鏡錯 沒錯啊 趨路鏡錯了 你把它當成 水中有月亮才錯 可是顯現 顏色形狀 沒錯啊 那這個才叫 世俗地啊 這才是世俗地 世俗地沒錯啊 是你趨路鏡顛倒著 把安逆 水中有月亮才錯啊 這個不是樹地啊 這是顛倒之的啊 這個是從 獨頭益之來說啦 那剛才講的 那個呢 陰層派是從 五根之來說啦 五根之來說 他用看到的來說啦 看到 因為說我們 顯現 顏色形狀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說陰層派呢 除了顯現顏色形狀之外呢 還顯現什麼 自信成立好不好 而且這個 那個很模糊的 什麼叫自信成立啊 你們眼睛看到顏色形狀 你還有知道一個叫 有自信成立顯現嗎 你必死成立顯現嗎 看到了 對啊 所以你眼睛根本不曉得 我就顏色形狀 我也根本不了解 它顏色顯現而已啊 那你說 我有顯現自信成立嗎 應該沒有 英雄 根本不知道 什麼顯現自信成立 我根本不知道啊 甚至你到 到這裡也 我也不知道顯現自信成立 跟地實成立啊 所以我已經了解 我是看到 顏色形狀喔 但是你也不知道 我有顯現自信成立 跟地實成立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根本不知道啊 你是因為 你到這裡 那個 我見習氣之後 才變成 在這裡也說 有自信成立啦 地實成立 這是在 民權習氣後面後面的喔 很後面喔 這靠中派的影響 你才會去想喔 沒有學中義 根本沒有這個概念喔 沒有學中義建立 什麼叫自信成立 地成立 你怎麼不聽過 沒有了 沒有了 你怎麼會顯現 所以很多奇怪的點啊 很多奇怪的點 那你說 什麼叫自信成立 這個就是說 依照那個 那個 佛的 盡所有字來說啦 因為這個叫 不關代啦 他講得很籠統啦 為什麼我 應成派講的 不一定要對 不一定要成詢啊 因為都是主持大德 創立出來 都概念 不關代他法 因為他 我們的眾生 除了佛的 盡所有字以外呢 一個心 只能顯現一個盡 所以我們心顯現一個盡的時候 這個盡 跟其他法就無關啦 這個叫 不關代他法 可是問題 我們不了解啊 不了解 我們就看到就一個 一個像沒錯啊 我怎麼了解 他叫不關代他法 會不會 可是呢 在那個 那個大德他想 因為你只是顯現一個盡 那這個盡 跟其他法 無關就變 不關代他法 就變成不關代他法 一個盡的顯現 就叫自信成立 你聽到沒有 這麼懂 所以你心根本不了解自信成立啊 啊他就案例說 你有顯現自信成立 那這怎麼有關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怎麼顯現自信成立 他這是一個法就一個法 什麼跟自信成立 跟無自信成立 無關啊 那大德就案例說 你無根自己顯現自信成立 你有沒有感覺很奇怪 然後呢 自信派說你有顯現地死成立 那不是更奇怪 因為地死成立就是 近百分之百啊 並近百分之百了 那是在獨頭一之才認為的 不是五根之才知道的啊 獨頭一之加上我見喜氣的原因 才知道啊 那個近完全是以後 近百分之百過來的 不是我心安立 這是獨頭一之才知道的 跟五根之跟五具一之完全 完全沒有關係啊 都是獨頭一之的我見喜氣才有這個概念啊 跟五根之也沒有關係 既然是中關中嘛 中關中一定要是分配性安立嘛 你如果說講 我試一下 那沒話說 可是問題中關中啊 中關中是 在分配性才知道這個法 對不對 一個是唯分配性 一個是不是 不是唯分配性 一個是性有力量 加上分配性有力量 都是分配性才知道啊 對不對 那既然分配性才知道 你怎麼說 五根之有自信成立 地死成立 那個不是啊 都是在獨頭一之才知道的啊 自己自己錯亂安立出來 根本這個沒有地死成立自信 才內涵啊 這是你獨頭一之才 用我見喜氣認為 近百分之百過來的 或近百分之五十過來 那是多獨頭一之的概念啊 跟你五根之五具是無關啊 我比較叛逆 就是以前也一直有這個疑問 就是趨入境的話 這個是能夠了解的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顯現要了解的話 就是有趨入境 他才能夠了解 可是就是說 那個後面有個顛倒 就是說 一般的時候講的是說 我們對這個錯亂的這個 這個顯現 然後我們去直取 然後認為他是 就是 對的 那一般這個稱為顛倒 所以 在這樣子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把那個分別性 那個獨頭一之的趨入境 直接練入他為顛倒 好像中間還應該要有個過程 是不是 就是說 這個我們一般的這個運作 我是講說那個分別性的運作 是不是還有這樣一個過程 就是說 把錯亂當成是正確 然後我們稱為顛倒 是不是 就是 心內學上面有分 有這樣的一個區別 你講得太細了啦 我不要講那麼細 這白板寫不下 沒關係 的一個過程 你要講 當然是可以說 喔 水 那個 現在講明相嘛 先把水 那個 這個是水 先看到 他專注嘛 先看到水 或是先看到月亮 每個人不一樣 一般我們會先看到月亮 因為月亮比較亮嘛 啊月亮 啊月亮喔 變成先看到水中的那個亮的 啊月亮喔 再看到 啊在水中喔 先看到月亮的明相 先撞到月亮的明相 再 在 讓月亮在哪裡 再專注進去 又看到水 那整理過來 這樣子很多種 太太 太多層次了 你講那個程序太多 要寫不完啦 先看到 先吸引那個月亮的 那個顏色 啊先讀同一隻 就明顯 啊月亮喔 月亮明相出現 那月亮所像在哪裡 在用我想看 我想看 先問在哪裡 為什麼在這裡 為什麼在這裡 月亮在這裡 為什麼在這裡 在我想看 再看到 喔水 那水在喔 再整理過來 月亮在水中 可是月亮水中呢 它是講 月亮的顏色形狀 在水顏色形狀中 然後再把它整理出來 就這兩個分別心 五根支分別心 五根支分別心 慢慢慢慢 啊水中有月亮 所以這個很長啊 你要講到次第的話 我寫不完啊 喔 所以你們自己用 平常的我們的心對鏡 那個一個層次 一個層次過來 好幾個 這樣往返 往返好幾個 好幾次 那才整理出來 水中有月亮 所以中間 不是要將中間有多少 太多層次了 太多層次了 那最後你結入 由於我見習氣 或是什麼 錯誤的習氣的關鍵 認為我水中有月亮 其實是水的顏色形狀中 有月亮的顏色形狀 不是真正水中有月亮 可是我們很多錯誤的那個 同類相序的習氣 就把它當成水中有月亮 那最後水中有月亮呢 他就了解 啊這個 在這個顏色形狀 就是水中有月亮的 濕色法 它只是一個顏色形狀的濕色處 那我們透過讀頭 把它當成水中有月亮 這個錯誤的濕色法 就顛倒了是不是 這樣可以啊 啊所以顛倒在哪裡 因為你了解水中有月亮的錯誤 但從顯現來說 有沒有錯誤 沒有 可是在大德說 在五根子有顯現自信成立 你怎麼知道 我的 因為你都是分別心才知道啊 你怎麼知道五根子有顯現自信成立 所以你分別是錯誤案例 有自信成立 不是真的五根子有自信成立的顯現啊 因為五重生的中 你根本 我看到顏色形狀的顏色 怎麼會有看到顏色自信成立 會不會 你有看到自信成立嗎 我 不會吧 都是獨頭一絲爭議出來 根本五根子沒有顯現自信成立啊 所以你的我見喜劇把它當成自信 由驅入到自信成立 驅入到地史成立 根本沒有什麼自信成立的顯現 地史成立的顯現啊 所以我在破這個 那個大德寫的 都跟生活 根本 不合理啊 欸 我很叛逆 所以我虎定應成派的 那個中文觀眾的說法 根本 五根子沒有什麼顯現自信成立的 都是你自己獨頭一絲 把他案例出來 錯誤案例出來的啊 你認為說 因為它是一個法 跟其他法沒有關在關於就自信 那是你的內涵 不是顯現 你內涵上 因為它只一個法 沒有顯現其他相關的法 那這個部分呢 這是你內涵上 不是顯現上 所以內涵上 有自信成立的內涵 因為它只一個法 跟其他不相關 內涵上有 這是趨入境的關係 跟你顯現無關啊 好 這樣 我們請問 好 不過真請說 因為別人不會問 只有你會問 現在有一個齁 就是剛才法師有講到那個是 異共相似同類相畜 如果說是這個東西 是我之前的生命經驗當中 就這輩子 從來沒有過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他沒有這個同類相畜的這種經驗 所以在他的民旋習器來講的話 他是顯現不出來 不瞭解這個對勁 他沒有這個概念就不會 所以他這樣情況之下 那所謂的那個 不得意向的騙計所知的話 我們如果要去 去把它去探究的話 他應該是屬於我們的聚生煩惱 就有福恩 現在你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聚生是過去生 帶來不一定 給這一生訊息錯誤的 但是問題是 這一生有沒有訊息到這種東西 你怎麼知道沒有 譬如說 舉個例 譬如說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陽焰 我不知道他那是陽焰啊 名相是不是 對啊 那對啊 沒錯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東西的話 是聚生煩惱的 對如果說 你說我這一生沒有 沒有學過陽焰的名相 可是問題這樣又不一樣 你講角度不一樣 你說你沒有聽過陽焰的名詞 然後看到這個陽焰就會顯現 陽焰的名詞 這個才是聚生的 對 你講的這個點不對 就是我如果我看到陽焰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的話 那個也不是聚生 那不叫聚生的啊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很奇怪了 就是說 就是說我看到一個東西我不知道 然後我要去請教別人對不對 對 那我那個不知道那個東西的話 也不是聚生的 也不是騙劇的 你也不知道啊 那是一個因緣合合 那你想看到顯現而已 你不能講那個 我們講聚生跟騙劇 是那個概念 或那個習氣 或那個執著 那個才叫騙劇跟聚生來說 你是顯現來說 那是因緣合合顯現 跟你概念無關啊 你要講智正分嗎 不是不是 他就有在問他 好 你們聽不懂他講什麼 你要問他 因為他講的嚴簡易改 你們也聽不懂他在問什麼 譬如說 我們沒有宿命通 我們沒有宿命通 然後呢 我在坐在那個 薑紫萃的捷運上面 被鄭傑殺了 是 那這個情況的時候 那是屬於聚生的呢 就是聚生的夜感 那這個應該是說 我們講說以前造的夜 是 可是我在這輩子的時候 我沒有這種同類相訊 我也不根本不認識他 然後我就被他殺了 然後那個中間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那是往昔所造的惡業 肝果 那事實上來講 其實 我們都不知道 只是聽 聽了 聽了佛法的夜果 聽了佛法的夜果的概念之後 我們 就是 自我的一個叫做 講催眠也好 自我安慰也好 他是民權習性 陷起來對不對 對佛法夜果概念的 民權習性陷起來 那你說這個 可是問你這個 夜果的民權習性 是你這一生訓息的喔 對啊 跟往昔那個被那個 被他殺的那個 那往昔被他那個 夜種子習記 兩個不一樣喔 你也講說 啊 因為是夜果的 那是這一生訓息的 民權習記喔 那是正確的 不能講騙記啊 騙記跟巨生才叫 錯誤才稱這樣說 你心血的 這是正確的 民權習記 那不能講騙記 也不能講巨生啦 但是你講說 那我這個夜感果的 是不是過去生帶來的 是啊 但不能講 是騙記巨生 他講巨生的種子習記 可以說啦 但是一般我們講 騙記跟巨生 是講我質跟煩惱來看啦 啊 這樣是夜感果 也不是我質 也不是煩惱 所以不能講 用案例叫騙記跟巨生啦 因為他騙記巨生是講 我質跟煩惱來講 騙記跟巨生 你講的是夜種子感果 那個就是過去生的 夜一個夜種子 那今生感果 不能用案例 騙記跟巨生的名詞啊 再問了可以 他自己請問 是吧 還要再問嗎 沒有 沒有 現在 現在 在討論 討論到的是這個 就是 這個想一段時間了 這樣 所以名相要把它分開 嘿 要分開就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這一生 我沒有造這個夜啊 為什麼會感這個果 那是巨生的啦 你說 我這一生吃素啊 我說開始 以前也沒有殺什麼生 吃肉都有啊 也不是我自己殺的 那我這一生 為什麼吃有機的 會不會得癌症呢 你們有這種概念 吃有機會得癌症啊 所以應該吃有機不會得癌症 怎麼會吃有機 就得癌症那麼多呢 你們以前的不是有髮油嗎 醫生都強調吃有機 可是癌症又很多啊 當過副班長 我裡面有一個 他是非常聰明的 腦筋 腦袋瓜非常聰明 非常聰明 他是那個 那個 紅肌的一個 那個做那個 手機的那個 國內很大品牌 國內很大品牌的 在桃園歸山 他是那個研發部的經理 他那個 他就跟我講 他說 他吃素 我說那我就問他 他說他吃素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吃素 他說他的岳父得癌症死掉 所以他就吃素 這樣子我跟他說 那你要先給自己打預防針 就是說 當你吃有機的時候 你如果得癌症的時候 你不要怪說有機的害你得癌症 我們一般的會有這種錯誤的概念 我們一般的會有這種錯誤的概念 對錯概念 他是語言而已 那個我 因為我這個人講話比較 比較直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當你千萬不要認為說是 因為你說你吃了有機得癌症 你然後怪有機 怪佛法 這個東西就有問題 他是一個助緣 我看過一些醫生 他說得癌症主要是 主要有兩個因 一個是說你的父母給你的DNA 就是基因 四文之一 這是父母帶來的基因 所以有些叫我們 遺傳性的疾病 所以你父母以前 或是有得過這些癌症 他的基因裡面就有這種 發生的可能性 這是DNA 第二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煩惱 不快樂 心郁悶 煩惱引發的 所以DNA 每個人多少 或多或少 但是靠著 這個強而有力的 或長期的煩惱 會引發 把DNA法碼 寫那個錯 不好引發出來 那吃素 它是一個更 互帶的一個圓而已啦 吃有機的也是更 互帶的一個圓而已啦 就是讓你避免這個另外一個加重的圓 所以呢 吃素是一個很小的圓 重點是那個DNA 跟你的煩惱問題 所以這個要把它分 總別跟主要跟次要 要把它分解 可是我們現在把吃的當主要 而忽略掉我的DNA 跟我的煩惱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煩惱 引發的主因是煩惱 你吃什麼都會引 如果你煩惱 吃什麼都會引 所以要活得快樂 活得自在 活得安心 這個才是重點 像立香這個就比較會少 活得快樂自在 但是其他家人這個不要 可以幫的就盡量幫 不能幫的 不要一直忙忙忙 忙到身體 又緊縮在一起 沒有煩惱 變成又把別人煩惱 當成你的煩惱 這個不必要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 一定要上心熱血 一定要上心熱血 你要了解這整個過程對不對 可以解套 你知道在哪邊的時候 該斷 取捨 怎麼樣取捨 這很重要 好可以 休息一下 好 好再看 這個在哪裡呢 這個是 210 總之這邊吧 這個已經講過 就講一半啦 你剛才木木真有問嘛 所以我把那個水中月 這個影像呢 他顯現沒錯 那錯誤說你說 認為有自信成立地神 其實都是在獨頭意識 才會有這種想法啦 五根之根本沒有什麼 到底有沒有顯現呢 其實沒有啦 其實沒有啦 沒有顯現自信成立地神 那是你自己獨頭意識 認為有顯現 其實他根本沒有顯現 因為自信成立地神 這個是常法啊 這是概念的問題啊 不是相分的問題啊 可是那在大德都寫是 有顯現自信成立相分 根本沒有自信成立相分 跟地神成立 因為五根之子 顯現無常法相分 根本沒有自信成立地神成立 這個概念的相分 這概念相分 一定是在獨頭意識才有 所以大德都說五根之 有顯現自信成立地神 我研究了好多年 完全都沒有找到我五根之 有顯現自信成立地神 都沒有辦法找到我五根之 有顯現自信成立地神 只從內涵來說 因為顯現一個法 跟其他法無關 這個內涵有自信成立 那內涵是一定什麼 是獨頭意識才知道的啊 不是相分有自信成立啊 是內涵有自信成立啊 跟內涵跟自信 跟相分又不一樣啊 所以我研究多年完全 想不到為什麼 這個大德或是呢 大聖為什麼 有什麼自信成立的顯現呢 地時成立的顯現呢 外界的顯現 這個都沒有 都是你無頭意識才說的啊 剛剛這樣講合不合理啊 合理齁 我們判例齁 好 就是所謂 所謂國法講的 不一定要照單全收啊 國法講的 也跟生活中不對交的 也說要檢責啦 好 所以在這裡的 那個 總之這一段 的第四行 所以呢 應成派 最後嘛 應成派認為世俗有些倒 有些不是倒 沒有世俗地沒有倒不倒 世俗地就是正確的 沒有倒不倒 那你從顯現來說 其實從五根這個顯現來說 也沒有倒不倒 如果沒有自信成立 這個去掉 根本沒有倒不倒 是你認為倒是因為你獨頭意識 認為倒 其實它沒有倒 認為倒的 那就像鏡中的臉孔 那鏡中的臉孔 鏡中影像沒有倒啊 是你獨頭意識來認為 有臉孔這個才倒 所以倒是在哪裡 倒是趨入境的倒啦 顯現沒倒啦 懂齁 顯現沒倒啦 所以你趨入倒啦 那這個沒有分清楚 應成派這樣講 有些人就婚有不清啊 所以正在的倒還是趨入境不存在的倒 不是顯現來說 也是就是想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沒有辦法 就是找到一個正確的解釋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常常說那個演電視 看電視 看電視裡面那個劇情啊什麼的 那個是人家編的嘛 那個是假的嘛 然後裡面那個人啊 他也 我也上過一些外面那個 就是 他是學 他是說他是中論的 然後我也問這個問題 我問他說 裡面的人 我們也可以說他是假的 可是譬如說有一個劇情 說一個人 他去一個飯店裡面吃包子 去吃饅頭 然後他那個包子饅頭 總管應該是真的吧 因為他裡面那個人吃 他那個包子饅頭 會飽啊 那如果說假設 如果說是把這個人從那個電視 他是演電視嘛 如果把他搬到舞台上面演話劇 那你不能說他吃那個包子是假的吧 因為他那個人 裡面的人吃他那個包子 吃多了他也會撐啊 那怎麼解釋 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是 是假的 是虛妄的 好像 跟這個有一點 好像認知有脫節 現在是說齁 電視演的這個顏色形狀 都是世俗弟 他演的是他是爸爸他是媽媽 那個是關係不是 所以那個假的部分是在 乎讀頭一次才知道 他是假 屈辱他是八 他了解 這個是他爸爸 這是媽媽 這個是男主角牛角 這個是屈辱境錯誤 他是打 但從顯現你眼睛看到 那個男的顏色形狀 女的顏色形狀 包子顏色 都是世俗弟弟 都是存在的 但是那個兩者的關係 你有男主角跟牛角的 有愛情關係 媽媽 有爸爸有媽媽 這兩者關係 那個都是不存在 那是演戲的角色 所以這個導這導 這是獨頭一隻的了解 是導 但從顯現不是導 你顯現只有顏色形狀 你屈辱到 他是爸爸他媽媽 那靜沒有 他不是爸媽媽 就變成是屈辱境是導 不是顯現鏡導 所以你看 影像這個顏色形狀 演那個電視劇 這個顏色形狀 不是導 但是你那種 他是爸爸 他是媽媽 他是男主角 女主角 兩個相愛 這個都是 這個是用昆別之才了解的 這個屈辱境是導 這樣看 所以顯現沒有導 顯現都是顏色形狀而已 是你獨頭一次把它當成 真的男主角女主角相愛 愛得要死要活了 也沒有了 這個內涵上的 是導 但從顯現顏色形狀 吃包子顏色形狀 吃什麼顏色形狀 這個不是導 他裡面有吃包子 對啊 本身有包子 吃對啊 有沒有常演戲在吃飯的 他真的吃飯啊 沒錯啊 這個是正世俗啊 演戲不是常聚餐嗎 那是正世俗啊 但是 但是爸爸的角色 爸爸媽媽 那個就是導 因為他不是爸爸媽媽 非要分開 所以我們這裡怎麼安利呢 例如說 我們這樣講 從透過 從演戲 扣到我們生活 那個映成派的角度 你說 有一個人 例如說 有一個人罵我 那問你 罵我的聲音 跟罵的人 如果說罵 你把案例罵嘛 我們就講 先把案例罵 罵的人 跟罵你的聲音 是不是存在 正世俗 但是呢 有聲音跟人 當你昏菲心 把它當成罵 這個罵存不存在 是罵不存在喔 不是人跟聲音不存在喔 所以不要誤解成 無自信成立就罵 人也不存在 聲音不存在喔 它是存在的喔 人跟聲音存在 然後聽進來 我把它當成是罵 這個不存在喔 只是人跟聲音 人的音色形狀 跟聲音的深處 它是存在 但是你把它按理為罵 那是你的義貢下 那個我見習氣 我直罵 你感覺 你想到那個內涵 想到那天 他在罵 很髒的話 你說很笨 問題如果有一個小孩子 他根本不了解 笨跟不笨 你好笨喔 小孩子會不會咔咔咔咔咔 有可能咧 因為他不曉得你在罵他 他以為你在跟他講話耶 是不是 所以因為你 已經把這個笨 過去的名權喜氣 把它稱笨 是不好的語詞 已經了解不好詞 所以你把它當成笨 這個聲音 透過你的以前認為 那個聲音 就是笨這個內涵 把它吸收進去 就變成 它在對我講笨 你就自己嘛 對號入座 有沒有 自己對號入座 你變成人家罵你笨 你就把自己 我就是笨 可是我又不是笨 你又自尊心 又不承認你笨 人家罵你笨 你又不承認笨 有沒有 啊其實從無名來說 我們都是很笨 可是你為什麼不承许 你無名是笨 你又認為自己不笨 所以人家罵你笨 你就會嘛 就會生氣 因為你根本不了解 你真的很笨 啊其實我們都很笨 沒有成為聖者之前 都笨了啦 可是你又不承認你笨 你本來就很笨 又不承認你笨 本來是顛倒枝對不對 已經顛倒枝了吧 顛倒枝又認為你不笨 人家罵你笨 又不接受 那變成嘛 自尊心那個我直 跟我愛直又陷起來啊 對不對 你不接受 就變成我直 我愛直陷起來啊 就變成起撐啊 所以要了解那個源頭 人家罵我笨 我是不是真的很笨 要想一下啦 可是我們都不會想 就感覺 傷害到我的我直 跟我愛直 跟我所直 就起反抗了啦 那個就是什麼 一直以來認為自己很厲害的 那種我罵的造罪 做罪的 對不對 如果一個嚇人 一個嚇人 就是從小被買進來嚇人 那個老闆罵他 他會不會起反抗 不會啊 本來就是 我的生命就是你的啊 我的一切都是你給我的啊 所以你罵我笨 我本來就接受啊 可是為什麼我們不會接受 因為我不是你的啊 我不是你買的啊 我自己有自己的能力 我自己要超過你啊 我自己要跟你平等 這種心出現 才說你罵我被我貶低了嘛 所以我就起反抗 如果你跟著 永遠 如果像 不能講伯母真的啊 對不起 如果說你本來就是 對你太太本來就是 一直要讓他快樂 如果說我們對父母啦 我不講 對父母 你本來就很孝順父母 你要讓父母快樂 像父母罵你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起反抗 不會嘛 你對媽媽很孝 爸爸罵很孝順 爸爸罵你笨的時候 你不會反抗 你會接受的 因為你孝順讓他快樂嘛 當你起反的時候呢 或是對爸爸那個孝順的心 有時候會不見的時候 當病人罵你的時候 你就會起反抗 因為你那個孝已經不見了 要讓爸爸快樂 那個心已經不見了 變成是原在我要快樂 不是要給爸爸快樂 所以當你原在快樂 我要快樂的時候呢 那個長輩罵你說呢 就讓你不快樂 你本來要快樂 就讓你不快樂 你就會起反抗 所以那個心一直在變啊 我們人就是一直在 立他自立 立他自立 那立他沒有關過好 就原在自立 那原在自立呢 只要有一個聲音 不合你的標準 你就會起撐 這樣了解齁 我們常在這個 不穩定的狀態之下 我們就是 我們都是瘋子啊 我們每個人都是瘋子啊 常常不穩定啊 有時候這樣 有時候那樣啊 跳得很快喔 愛一個人 愛得要死 縱然為他犧牲使命 也願意 但你不愛了咧 你就是花一塊錢給他 你也捨不得 有沒有 人是不是變得很快 你剛剛有在那裡 有沒有 我 我是舉例 我因為沒有結婚啦 你們在 沒有結婚之前 愛他要死 要死要活的時候 什麼都願意給對不對 是不是都這樣 有愛的時候 愛的前提之下 我講愛的前提之下 真的愛他的前提之下 你什麼都願意為他付出 有沒有這種狀況 如果沒有真的愛過 那不用說啦 真的愛的話呢 他需要什麼 你都會願意幫他付出 幫他去取得 是不是 那你不愛的時候呢 你多花自己一毛錢給他 你就感覺我是浪費 有沒有啊 我講的會太過 這是比較戲劇化 有沒有 沒有 義雄沒有 好啦 我多說啦 因為我沒有經驗 我在講這個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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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齁 我是從聯繫去還有說 生活的比喻啦 媽媽真的愛小孩的時候呢 小孩子需要什麼 都願意給 會不會這樣 但媽媽認為小孩子不聽話 判例的時候呢 多花一毛錢給 我也捨不得 我們從媽媽講 不要講男女愛情啦 從媽媽對小孩子概念來說 是不是也都是這樣 所以人心是不是常會這樣 原則別人的話啦 什麼都願意付出 所以菩提心為什麼這樣 當我生起菩提心呢 以眾生的快樂為快樂的時候 我願意犧牲我自己快樂 給所有眾生 當你沒有生起菩提心 就自立作業了 因為菩提心是對自我愛子嘛 自立作業嘛 當你菩提生起那個 我愛子通通不見 都是愛他子 誰要眾生需要 我都願意給 當你沒有菩提心生起 都是自立作業 以自己為主 所以我當我自己為主的時候呢 我犧牲我自己給別人的時候呢 因為沒有愛 你呢 連一碼錢也不會給 沒有想他的功德 你連一碼錢都不會給 因為你還是在原在我最重要 我講的 為什麼扣到這裡來呢 就是說 欸 跳太快了 就靜 來說 靜來說 他罵你跟聲音 這個存在 但是我們把他當成罵 因為我們的我愛子 跟我子作祟 把他當成罵 如果對一個小孩子 根本這個笨 他更不了解笨的時候 他是聽到一個聲音的 笨的聲音 對他不來講 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可是為什麼 我們把他當成是 在罵我 而產生生氣 因為我們對這個笨 已經解讀是不好 而且他是對我產生不好 那為什麼檔案不好會產生氣 因為傷害到我 跟我所 跟我愛子 傷到我子 我所子 跟我愛子 所以我才會起乘 這樣了解齁 如果你對笨 這個內涵不了解 你根本不會感覺被傷害到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民權行器 有好不好 但是呢 本來我們要了解他 他是有作用 他作用是說 他發揮在每個分別心 假力之下有作用 了解他有作用的方式 是在唯分別心假力 但是聲音 他有作用 可以讓我們聽到的作用 但是他沒有讓我們 產生受傷的作用 他是讓我們聽到的作用 跟人 是可以讓我們說話的作用 這個是占土的作用而已 可是我們把它取代為什麼 傷害我的作用 這個傷害作用沒有啦 這個是你自己錯誤 分別心的案例 他是一個講話 還有人無常的 透過這個表現 讓我們感覺他存在 但是呢 我們認為這個聲音 笨的聲音 有讓我們傷害說 都是你自己錯誤的 獨頭意之 錯誤顛倒之案例出來的 跟性存在無關啊 所以你了解這個笨 是代表的傷害我 那個是違分別心 假如按理他存在的方式 這個又是什麼 錯誤的存在方式 所以常在生活中去看這個 這個東西啊 靜有表現這個 顏色形狀 聲音 這個都是存在 但是我了解 那個講話的聲音 有傷害我 有不好 有好 那個都是你獨頭意之 分別 灰理作用分別出來的 靜沒有好不好 這個笨也沒有什麼傷害不傷害的 要想這個把它分開啦 靜有 但是呢 按理這個 上面的特質 好 不好 那個笨的內涵等等 都是分別心強的 所以你可以如理作用 他罵我笨 就是嘛 提醒我 我哪些地方還不夠聰明 還不夠了解 所以我要呢 通過這個靜 然後呢 我去如理作用去學到 我又怎樣變不笨 所以要把它 身為過來 然後變成一個反思 所以我就寫那個 早上有早安啊 重點在反思啊 反思很重要 自己這樣 看那個靜 要先反思 不要說不反思 就排斥過去 傷害我的我 我直 跟我所直 我愛直 我就反抗到底 那個就是沒有反思 第一關沒有反思 所以第一關 把靜接受 先做如理作用的反思 這個第一關很重要 那如理作用反思之後呢 這個才會變成 那個後面才會變成 是正確的想法 如果第一關沒有先 如理作用的反思 你會變成 用我直我愛直 我那個 我直我所直我愛直 去對靜 它產生稱排斥 那就造 生起煩惱造惡意 所以學這個硬場外 就要了解說 靜存在 但存在了解的方式 是靠 唯婚別心假名案例 那唯一本條例 有一個是 非理作用的唯婚沒假名案例 一個是 如理作用的唯婚沒假名案例 那重點我們要學的是 為那個 無理作用的唯婚別心假名案例 好 問得清沒 有比較 有可以感覺 生活怎麼對勁的 懂齁 慢慢要把它解套 去想那過程 那我們看看 在想信念學 怎樣接受靜 五具一支 怎麼呈現 獨頭一支 或怎麼會顯現 它本是傷害我呢 這中間是不是哪邊 過程 錯誤了 為什麼人家說笨 我就感覺被傷害 在中間哪邊出問題 去找 不要就一直反應出去 就中間哪邊我出問題 就感覺我被受傷了 被傷害了 中間哪邊出錯 把出錯的地方 把它整理一下 本來就沒有錯啊 本來我就很笨了 我在無名大海裡面 在輪迴一定是笨 才會在輪迴嘛 那你說我不笨嗎 我一定很笨啊 你相不相信自己很笨 你認為不笨的請舉手 不敢舉了 其實我們都很笨啊 那這樣承認你就不會被 一些人家罵你笨 不敢產生反彈 本來就很笨啊 本來就很笨啊 這樣也沒問題 承認自己啦 缺點啦 過失要先承認 那這樣自己才會調和自己啊 好 我們先上到這裡吧 好 我們先上到這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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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